澳洲天文学家19号在科学期刊发表了最新研究 发现一个亮度是太阳500兆倍的类星体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黑洞核心 每一年吞噬物体的总重量相当于是370个大太阳 等同预算下来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一颗太阳 也看像是全宇宙最恶的黑洞 高亮度橘红色星系在宇宙中回旋 中间还发现一个大黑洞持续扩张 澳洲天文学家最近发现一个新的类星体 19号在科学期刊公开 提到它的亮度跟规模比以往观察到的星体庞大 核心的黑洞质量更是高得惊人 科学家发现这个类星体的核心黑洞吞噬能力极强 质量是太阳的170亿倍 透过电脑模拟计算发现 它的规模持续扩张 每年吞下的物体重量相当于370个太阳 等于平均一天就能吃掉一颗太阳 堪称全宇宙最恶的黑洞也造就它的高亮度 科学家推测这个类星体在宇宙诞生初期就存在了 距离地球约120亿光年 过去就有科学家发现过它 但因为高亮度把它误判为恒星 随着科技跟仪器的进步 才终于认证它的真实身份 宇宙目前仍充满许多未知 这次发现创纪录的类星体跟黑洞 写下天文心理成碑 也激发天文学家的好奇心 继续探索宇宙的起源 张永腾编译